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欢迎圣灵 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动工,继续来对我们说话 我要祷告主今天早上,主你要释放何时的话语 今天早上也叫我们进入一个成长的过程 开我们鼠尼的眼睛,叫我们主要深深的明白主你的心意 主要我们祷告,主要求主你自己的高游高默 我领导听的,领导想的,都在圣灵里面被神大大的来更新 我奉靠耶稣的名字,亲自的教你的教会 主啊,不只停留在过去,不只停留在得救 而是要进入到得胜,而是进入到有神儿子形象 而进入到在爱里面的完全的那个状况 所以今天我要祷告,求神的灵来对我们说话 虽然今天主要我祷告,有我们的信息交在主你手中 你要亲自在我们里面来做塑造的工作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今天早上的我还是会继续的 用更慢的一个节拍和大家来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一直在谈这个主题叫做嫉妒 那可以说是我们开始谈到 嫉妒是我们这内部的敌人 内部的,内里面的敌人 后来我们也提到一个 这个嫉妒呢,是我们兄弟之间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也谈到 嫉妒就像是什么东西呢 嫉妒就像是我们各个才华的竞争比较 上次我就提到在这个嫉妒里面是要透过十字架来制使我们的肉体 然后呢,我们也提到一些好多的 神透过这个十字架 不单单是在我们肉体,也是在被嫉妒人身上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作为 以至于嫉妒在不可能失控的情况之下能够被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更深的课题 叫做断奶的过程 断奶的过程,大家知道什么是断奶 我相信我们当中都知道什么是断奶 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经文,这个事情里面来求神 带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一种的认识 首先呢,回顾我们上周所谈到一件的事情就是 上帝透过带领他所卷选的殖民经历 如此痛苦的日程来处理嫉妒 使弟兄的嫉妒换为怜悯 上次呢,我给了好多的例子 比如说,我给耶稣上十字架 比如说,我给了一个例子 就像这个约瑟受尽的苦难 大卫受尽的苦难 保罗受尽的逼迫 这些鲜明的写的例子 你就会看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些时候,基督可以来到完全没有办法失控的时候 神透过把这个他所卷选的器皿 让他经过苦难 好让呢,这基督呢 不成为神要复兴全地的一个的拦阻 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能够明白 有些时候,神让我们伟大的侍奉里面 去带着被人看成 就是被人家摆在别人面前 是经过一个破碎,一个苦难 以至为周围的人 因为怜悯我们,而不再嫉妒我们 这是一个上帝的方式 上帝的一个对那个环境做出的一种的回应 那我也提到一样事情 如果你是受到苦难 你在被神提升 也同时经过苦难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不要去嫉妒那些 不需要受苦难的 你不要嫉妒那一些 没有像你这样子因着提升经过苦难 因着被人嫉妒经过苦难的那个过程 你不要去嫉妒 因为连那件事情 你自己本身也要对付 虽然是如此 我们谈到这些事实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 还没有真正的来谈到 我们要如何处理我们自己内心的嫉妒 因为这个处理自己内心的责任 我们不能说 主啊,我嫉妒他 好了,你就把施加盯他 盯他了,我就不会嫉妒他 这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上帝会用这种方法来处理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真正要处理基督的事情 真正的责任是我们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刻 而且很用力的 很有力的去处理我们内心的基督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今天我只说一个小部分 然后下周我来谈一个更大的部分 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我们不单单知道有嫉妒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更知道要去处理它 如果我们不 如果我们开始嫉妒彼此的时候 记得我有一堂的课 为什么复兴 迟迟不会到 为什么复兴就是不会到 为什么祷告那么多 复兴就是没有发生 这一定有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基督还在神的身体里面 在那边不停的 不单单是上帝的祝福下来 没有成为一个祝福 反而成了一个咒诅 所以我祷告主一样 使用神再次来对我们来说话 所以我们来谈第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曾经有提过的一个 讲到怎样处理基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直接了当的承认它的存在 直接了当的承认说 我嫉妒某一个人 说出来 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开口的事情 这需要拿出勇气 这是要非常诚实 这绝对不是一个说着闹着玩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 它的确是需要我们很诚恳的去面对 因为嫉妒是一个伪装 而且隐藏自己的高手 有时候某些事情 你批评了 你说了这件事情 其实你内心里面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你基督这件事情 所以神自在里面 长了数个月 神的数年 我没有意识到 但是神是有办法 把这种的渣子 浮出台面 浮出水面 使我们能够看到它 你会下周我会谈到 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神处理神国的架构里面 神从来没有想尽办法 把嫉妒再藏起来 神总是允许嫉妒被记起 而且是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 就是让它曝光 比方说我们给个很好的例子 大卫 沙姆尔去恩高 大卫 沙姆尔 你这个年纪已经这么大的一个先知 你应该懂得保护大卫吗 应该私下带大卫去一个帐篷里面 偷偷的按高高利他说 大卫 你将会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 但是你要不要说出来 这样没有人嫉妒他 等有一天大卫坐上去的时候 不是免了这些麻烦 没有 神叫撒姆尔 当着他 八前面七个兄弟面前 恩高他说你要坐王 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的脉络 圣经故事的脉络里面 从来没有回避嫉妒这个主题 圣经的整个的脉络里面 肌肤就是说你有嫉妒 你就是要面对 你没有别的方法 你就是要承认他 你要去面对他 你要处理他 因为上帝不会允许你的嫉妒 能够藏在你里面 我再说多一次 上帝不会允许嫉妒藏在你心里面 躲起来不让人发现 不会的 上帝会有办法 而且上帝还很刻意的 让你心中的嫉妒被曝光 因为上帝要接近你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 亲爱的姊妹们 最好的方法就是合作 最好的合作方法就是承认他 只有当你承认他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事情铺在光中 在光中 就不是在黑暗当中 就释放其他能力 让你的悔改是有能力 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说过这个故事 我看到某个牧师 他接任他的主任牧师 他短短的四年里面 教会一直长长两倍 那不是很多牧师做得到的 那我也很渴望成长 当然我没有渴望像他 就是四年里面双倍 那我只要能够常常带人信主 我心里就很开心了 但是他这个真的是 非常不得了的 但是他也跟我同年了 所以突然间我心里面实在是很不舒服 所谓的不舒服不是我生气他 没有我们不可能生气别人了 基督就是这么微妙 就是那种难受 就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尴尬的那种情况下 我在神面前就这样 他来我教会讲道 那一天他来我教会讲道 我心里说 我没有可能在心里面藏着一种的不舒服 对我的弟兄 他是我朋友 很多年的朋友 我不可能对他要藏有这种的不舒服 来请他来讲道 我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做个为君子 所以我跟神说 神啊求主你处理我的基督 我承认我基督他 我承认我有这个问题 你给我一句话 神很信实的给我一句话 说我从分堆里面信起你 你还要什么 上帝说话对我是很直接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足够 可以让他要怎么说都可以 那我非常直接吞进去他这句话 我非常感恩 谢谢你说这句话 让我充满感恩 其实我是不配的 但是神你信起我 这是你的伟大 你信起他也是你的伟大 我为他感到喜乐 我围着我已经 从分堆到今天这位置 已经非常感谢了 他只不过是四年双变教会 但是我是从分堆爬到这么高 说起来比一比一下的话 我领受的还比他可能更大 所以我心里充满着喜乐 然后就从那一分钟起 我嫉妒在我里面完全消失 对这个人 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再影响着我 当你承认的时候 然后来我也去 为了确保我是足够谦卑 足够曝光的话 有一天我跟他的牧师 在那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他的牧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跟这个父老说 我嫉妒你这个门徒 他说你可以跟我说 他讲有什么问题 我喜欢曝光 我喜欢不要躲在黑暗里面 我喜欢诚实 因为这就是我的生命 他讲感谢神感谢神 你这个年轻人你愿意这样子 亲爱弟兄姊妹们 其实一点都不难 我们爱面子的问题 常常就是仇敌使用来 叫做那个寄生虫 长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的爱面子 使到我们这个嫉妒能在我们里面 生命中成为一个温床 什么时候我们承认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在那件事情里面 能够得胜 什么时候我们跑去跟别人说 我需要帮助 我暖了我需要帮助 多数情况下 在那件事情的事情 那件事情是你能夸胜的 是更加快 当然你要找对人 你不要去找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跟每个人讲 那个不是我建议的 所以一旦我们向神显明我们心中的 这个的基督的时候 并且我们在祂面前谦卑承认的时候 我们就在做一件 就是庭外后书 这一个二章十九节里面所说的 我们要离开不易 神的仆人要离开不易 我们就在那个时刻就离开不易 只要我们谦卑 就在那个时刻 我们跟不结的东西就开始分开来 亲爱的同志们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 我私下祷告 我私下悔改 我私下承认 很可惜 那个私下的能力 那个偷偷 那个不要给别人知道的 那个动机 正好跟这个 这个嫉妒 两个人 give me five 成为了一个好朋友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不要说偷偷做那种的 其实让那些住在暗中的敌人 成为了他们的粮食 成为他们的机会 什么时候承认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从那个罪里面得脱离开来 Amen 所以你要记得 我们在今天 我们如果期待我所牧养的羊 我们所照管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门徒能够诚实的话 你社会领袖 你一定要诚实 你越敞开 你的门徒就学会你的声音越敞开 他会看见你的榜样 他会羡慕你的勇气 而且他会走你所走的路 那自然而然 在主里面 你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Amen 感谢神 所以一旦基督等问题通过 神的火热的处理浮出台面 我真的用火热的处理 神让我们经过火 人经过水 让我们经过患难 神让我们 神把那个环境放在那里 使这一个基督浮出水面的时候 而我们愿意忠心去处理这问题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为大户人家的尊贵的器皿 有精气 有银气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尊贵的器皿 透过悔改 正式悔改而自洁 成为最贵重的器皿 我们的生命 不在乎服侍多少 我们的生命更在乎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纯洁 业意备好 被神所使用 被神来触摸 被神来更新 被神来 被神来 这个 这个 就是在神面前成为可用的 所以在这一切的服侍里面 其实 所有的服侍者 我们最大的挑战 不是服侍 我们最大的挑战 很多时候 是我们 愿不愿意保持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 神会透过很多环境显入我们的污秽 不是因为神要跟我们作对 而是神要把我们里面隐藏的渣子显入出来 好让我们才有悔改的机会 好让我们才有自洁的机会 是我们祷告主啊 不要叫我们一见试探 我们当然要逃避试探 离开试探的地方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离开爱说闲话的人 你会遇到一些神之领袖爱说闲话 你发现这些闲话好像很好听 八卦新闻啊 或者是批评论断啊 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好让你不被玷污 但是不要把这些人当这是恶魔 不是 他只是你知道分别为生 你要把自己分开 有些时候你会嫉妒某一个姐妹 你看到她 哇 别人称赞她 你要赶紧的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 为那心中的失去的平安和喜乐 最近我听到一个牧师说 他就说马丁路德的一句话 他说马丁路德 他说圣洁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喜乐 当你充满着喜乐的充满你生命中过着圣洁的时候 你就得自由得释放得喜乐 圣洁不是苦难 不是悔改到很痛苦 为什么不能从罪里面出来 那个你还没真正经历到圣洁 当你真正的知道神赦免你的罪 你悔改的时候 你心中充满着喜乐 你不再被这个东西所影响的时候 亲爱的用姊妹们 你就得胜了 我们要透过常常的回应我们的环境 我们来回应我们来自杰 当我们洗净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罪孽 自己任何一切的罪的时候 那我们就成为尊贵的器皿 成为圣洁 有些人会讲 这不是耶稣保血的工作吗 是耶稣保血的工作 当问题里有读圣经 在耶汉一书一章九节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神是信实的 他必须洁净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义 所以那个承认是我们的工作 洗净是神的工作 那神没有办法去洗净一个 你说我没罪的罪 什么叫做我没有罪的罪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罪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把我们自己常常在神的面前 自杰悔改 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为圣洁的器皿 那现在今天的主题 我要谈一个很重要的 有部分叫做断来的过程 断来的过程 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一篇 一百三十一篇只有三节 我们不常我们来读 所以说到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 我的心平静 平静安稳 好像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 在我里面 真相断过来的孩子 以色列 你当阳光耶和华 从今始 直到永远 阿们 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个经文里面 大卫好像是在讨论 关于到野心 一个人的野心的问题 我们有雄心大志 有些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基督的温床 等一下我们慢慢谈 当我有个雄心大志 我希望能为主做大事 或者也许是说 现在我们在一个没有所谓 恶言论的这种信念里面 我们看在教会的服事 我们看在职场里面的工作 都是在服事神 都是神用来 透过我们去影响 视为完成神的使命 把上帝的国带到地上的一个途径 所以并没有所谓分职场 非职场 我们发现一样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一些的规划 都是有一些的计划 我们希望神能够做大的事情 但是当问题是 当我们对我们目前所做的东西 带着有一些的 保有一些的期待 甚至希望一生没有被要摆摆过 我们渴望能为主做大事的那个时刻 我们就开始 找远离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们开始神志 希望我能够达成某一个目的 超过我现在所有 有目标不是错 但问题是当我有个很高的目标的时候 突然间我有个弟兄 比我们更快的实现这个目标 在那个时刻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的忌妒 当我说弟兄的时候是同用 弟兄和姐妹都是同用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姐妹 看到弟兄 他突然间 他突然间 希望我们要做的 他做的比我们更好 就像上次我们讲到的 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 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更有才华的时候 很自然的人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的忌妒 这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弟兄正在取得更高的地位 其实而且是在于我们应该满足我们拥有的 但是我们却把我们的寄望和愿望寄托在崇高的事情上 提摩一前书里面说到 如果我们已经有 我们有依有识的就当满足 不要求急速发财 这个是提摩一前书六章六到八节 很多时候我们忌妒 我们有渴望得到更崇高的目标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弟兄得到更高的地位的时候 或者得到更大的成就的时候 更优势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不满足我们所有的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平静安稳 我们心里面满足的那一个部分 已经定位在某一件事情上 我这样子说可能你还要写很努力的清明百号 我就这样子来说 你是一个教会全时间服侍的人 你是一个同工 当突然间你发现有跟你一起做同工的人 然后你就希望你有一天被案例做传道 所以你心里面一直在努力挣扎 希望能够成为做传道 所以一天没有做到传道的时候 你心里好像还没有好像不满足 然后突然间你旁边的和你一起服侍的被案例做传道 他得到你所要的 你心里很不舒服 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做了传道 问题是你的心里面的满足是当我做了传道我才满足 当我还没有做传道我心里面在挣扎 在那边哭闹 当然没有人会说出来 没有人会说出来这件事情 但是自己的心 你自己感觉到好像不满足 因为你开始慢慢把你的平安和满足那种的安宁 既放在某一个位置上 你是这个传道 你渴望被案例做牧师 你心里面就把目标放在木做牧师 当没有人做到牧师的时候 你心里还好 当你隔壁的传道跳上去做牧师的时候 你心里这样跳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那个平安就是对齐在那个位置上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固然神呼召我们要朝向或者要仰望神向上的呼召是正确的 我们心里面当然神呼召我们 我们要去回应 我们要去追求基督从上面召我来要得的奖赏 这是对的没有错的我们应该有的 但是有一些师父看起来很崇高 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很傲慢的 超高的标准 是超过超出了我们应当有的期望 尤其是这么说就是平台 有一些人你渴望被承认 可能别人称赞 你不会说出来 但是那个内心里面就在那里 产生一个很高的一个的期待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求神来出谋我们的 所以一旦我们开始追求我们说 我们对我们来说太高升或者太高高攀不起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成就的情况之下过平静的生活 因为你的心已经对着那个地方了 突然间有人说你可以做明星 你心里面就飘飘然的 我是个明星 我可以做明星 我需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让别人看见我 自然而然的那心里面 普通的那个美好的你 本来就已经是美好的你 就开始不满足了 就开始很多古怪的动作了 你本来唱歌唱的还挺好的 但有人说哇你你可以灌唱片了 当你开始唱 你就从那时候开始唱歌就是摆弄很多知识 希望别人注意你 当突然间别人有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很多不必要的动作 因为那个目标已经开始设在别的地方上 当我们受到野心 我们内心的野心在激动 在挑衅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也容易成了嫉妒的目标 我所谓的妒忌 嫉妒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他看着你 他要攻击你 嫉妒会在你这种的被野心煽动的 这个的情绪里面 他会开始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一个对高的事情 高的目标 这些对这些事情的不满足 本身 本身就使到我们 掉进这个嫉妒的 这一个的陷阱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义无所求 什么也都没有在乎的人 你看到其他弟兄被晋升起来 你看到别的姐妹得到的好处 你不会的 就比如说了 你是一个弟兄 你是不穿裙子的 突然间隔壁的姐妹穿着很美的裙子 你会觉得怎么 你会嫉妒她吗 她得到三件裙子 有人送她很贵的三件裙子 你会嫉妒她 你很蒙福 你得到三件 你根本不在乎那件事情 很好 感谢神 但是你是姐妹都不同的 一个姐妹 看到某个姐妹得到一个好处 是她也要的好处 这样的反应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说得某一样东西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当我们的生命中里面 没有办法在我们现在正常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满足的时候 我们开始渴望更高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野心 结果打开了一个嫉妒的门 让你让嫉妒进到你心里面 来影响你 这就是我要说的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一种的嫉妒的感觉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我的心安静 我的心平静 就像断奶的孩子一样 在某一个角度里面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对伟大的渴望 有些时候有点像这个吃奶的孩子 有一个孩子还没有断过奶的孩子 圣经里面说到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测不透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静安伸 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怀里面 这里 对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他对所谓形容那个渴望 他渴望大 重大 又测不透的事 那个伟大的事情的渴望 就有点像一个婴孩 想要吃母乳的这种渴望一样 婴孩想要吃母乳的这一个的渴望 一个他哇哇哇 他要喝奶的时候 这是很真实的 他很真实的表达 他也是肚子饿啊 没有错啊 结果你的孩子一出事说 哇哇哇 喝奶了喝奶 赶紧个喂奶喂奶 然后呢 半年个哇哇哇 又在喝喂奶喂奶 但是如果他两岁了还在哇哇哇 你就知道这个哇不是一件好哇 OK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如果你继续在满足他奶水的话 他每一哭就给他吃 每一哭给他吃的话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他就永远保持在婴孩成熟的水平里面 到一个点的时候 一个婴孩是需要做一点调节 我们称他为叫做断奶的一个过程 因为如果他继续只依赖奶水的话 这孩子就不会吃到更有营良 使他更强壮的固体食物 为了让孩子逐渐吃到更营良 能够更强壮的固体食物呢 母亲呢需要让这婴孩摆脱婴孩期 对你乳奶水的重依赖 你要把这个 开始是用母乳来养 这是来喂养这个孩子 照顾孩子 然后慢慢大的时候呢 你知道这个母乳的奶水是不够他长大的 你需要奶粉或者你需要一些的东西给他更好吃 然后喝奶粉了 就喝的更多 可能母乳已经来不及供应了 因为他的体型很大 他要吃很多 你根本来不及 你就要喝奶水 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知道一样事情是他当然喝这个奶水不够的 你一定要开始锻炼 因为他已经开始要长牙了 你一定要给他吃一些固体的食物 开始他需要更多东西 所以只有断奶能够让他能够摆脱 断奶意味着不让孩子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然后呢 当你要停止一个孩子不喝奶水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换 开始他不要 后来他接受了 但是慢慢的从奶水喝 直接从母亲身上喝这个奶水 喝到用奶瓶 到最后把这个奶瓶从这孩子口中拿掉 然后那个pacifier就是奶嘴把它拿掉的时候 他是需要很多的过程 以前就喜欢的就是把这个孩子一哭的 就把奶嘴塞在嘴巴 你塞下去他就吸一下 他就得安静了 但是我们以前的买俠也常常这样子 我们会拿那种油 那种涂身体的那种风油 辣的油涂在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奶嘴上面 所以你要吗 我给你 咬下去怎么是辣的 他就从那时候对这东西有不同的印象了 他就不要这个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方式 我不知道各国的做法都不大一样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处理他的这个断奶 这个孩子就不会长大 但问题是常常当我们要断奶的时候 使到孩子有极大的焦虑 使他能够他甚至会抗议 他甚至会发脾气 为什么不要给我 我需要喝奶水啊 我需要喝奶嘴啊 我需要 你知道很多这些事情 当断奶的过程里面 你不可以让步 今天说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间我想到一样事情 今天的孩子不是用奶嘴 今天的孩子用手机啊 平板电脑 吃饭的时候就给他看电话 给他看电脑 你把电话电脑拿掉 我告诉你他的动作跟断奶的这个状况 几乎是一模一样 现在连年轻人都要断奶 没有看手机 一看了手机 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到 真的是需要做一经历这个断奶的 不然他属灵上是不能够成长 但是问题是当你绝对不让步 他不管踢闹多少的话 你不让步 你说no is no 不可以呢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时候 那孩子开始哭闹到一个地步 他感到厌倦了 父母你必须要对抗 你不可以让他嫁起 他不情愿 他但是仍然要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再多的哭闹 也无法带给他所想要的东西 我的孩子长大过程里面 除了断奶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会贴他断 就是羊娃娃 小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羊娃娃 有一个是拿着一个猪 我大女儿拿着一个猪 我的二女儿是拿着一只牛 我的儿子是拿着狗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小羊娃娃 好像的歌姓 好像有潜移默化的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还贪吃 很脾气很牛 做东西好像小狗一样子 永远长不大 所以我们当时候也为他们做了一个断奶 但不是断奶 就是丢扔掉这些他们所疼爱的 这些的随身娃娃 布娃娃 所以当他们真的是跟他们讲解 让他们明白是时候长大的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扔掉 有的哭 有的是很干脆的扔掉 但是你知道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充滞 有一些不舍得 三个就把它扔掉了 从那天我就开始祷告你不再是小孩子 你开始要长大 虽然每个都是小孩子 但是我们一次过把这些东西拿掉 只要在我们生命中有好多东西 神是需要拿掉 能够好让我们能够成长 断奶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过的过程 每一个领袖你一定要经过的过程 没有断奶的过程就不能够成长 一旦断了奶过后 这个孩子圣经里面说到什么 这孩子就能够恢复安静安详 神志满足的态度 圣经里面说到我的心平静安稳 我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大卫重生的说 我心里非常平静 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我得不到高测不透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很平静 神志我就躺在我妈妈的怀里面 神把我抱在我妈妈的怀里面 就是抱着像母亲的怀这样子抱着我 沿过去我吵着闹着要喝奶水的这个位置 这个妈妈的乳房就在我的面前 但我却完全不会再去继续喝这个母奶 完完全全在那个时候 安静安详满足 在整个断奶的过程 这个孩子的心开始产生了一个的变化 神需要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子的断奶的工作 好让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变化 所以一个断奶的过程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原则 两个原则 第一个东西是 就是 We holding change every time 就是 这个 这个翻译 我翻译的时候已经出问题 断奶的这个操作原则就是第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 停止给他所要的 就是一直 不给他他所要的东西 这段 慢慢会改变了这个孩子的食欲 你会改变他的胃口 断奶的一个原则就是 停止给他他所要的东西 然后呢 他的胃口会改变 断奶的孩子乃是允许他的父母决定他的胃口 他胃口的孩子 一个孩子允许他的父亲母亲为他断奶的时候 其实他是允许他的父母来重新塑造 来决定他对事情的胃口 他的感官 所以呢 如果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这个断奶的过程 神必须要不给我们我们心里所要的 而且迟着一直很久的时间 直到我们对那个东西的欲望开始改变 然后再说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对我们的未来来怀着 好 对我们心里怀着 对我们来说 太过深奥崇高 雄心勃勃的愿望的时候 上帝会做什么事情呢 这就是每个人最怕的部分 就是上帝会扣留我们所渴望的东西 神啊 不要这样子做 不要扣留我心里所要的 我要的东西甘心给我 你知道吗 在我牧养的圈子 在我出去外面服侍 常常都会遇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们 跑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种方式来问 他希望我为他祷告 从主那边领受一些启示 到底上面是神的心意 或者其实简单来讲一句话 他们的问题就在一件事情上 为什么神不要给我那件东西 为什么神没有成就那件异象 为什么神不快快做 牧师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需要突破的恩高 突破这件事情我就得到我要的东西 有些时候 Amen 需要突破的恩高 我们就能够跟上一层楼 我们就能够前进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说起来也是挺对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件问题的背后原因 不是魔鬼 不是困难 不是环境 而是神是你的敌人 怎么办 如果是神把你要的东西扣留下来 不给你 你怎么办 很多人就会想找牧师祷告 就是听起来我感觉到有点像是 跟耶稣祷告不行 要找圣母玛利亚替你祈祷一下 事情就得到那种感觉 我肯定不是圣母玛利亚 但我肯定 我要说的是什么事情 我要说的就是 有些时候是上帝 上帝把东西扣留下来 不给我们 他正在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断奶的过程 你说上帝 其他东西可以断奶 就不要拿事工来断奶 事工一断奶的话 就是不让事工走的话 多少人不会得救 这个那一个的东西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沮丧 我们祷告 我们希望神做奇妙的事情 因为我们认为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异象 而且是我们被呼召 我们被召唤去实现这一个异象 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 这是上帝给我的异象 上帝要我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做这件事情 就能够达到这个成果 所以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上帝不给我呢 是不可理喻的 神不可能会给我的 神一定会给我的 所以就求吧 但是求了 神却没有 还是没有给我们东西 我们就开始说 我们哪里做错 是不是魔鬼太大了 我们打不过他 我们请多一个人来为我们征战 是不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是不是神也有新的策略 要赐给我们 这样东西这样的想法也没有错 但是有些时候 是不是在我们心里面 有一些东西 神要透过这个东西把它浮出水面来 我们要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 因为坦白说 渴望做大事 这是各种渴望在每个人心里面 但是那个渴望 当他延后的时候 你的心是如何 神是透过这个东西来查验我们的心 那你千万不要说 上帝啊 我们都这么忙了 你还在忙中添乱 还在 这时候在忙着抢救灵魂 你突然间跑出来 你要查一个我的心 那你就等到天上你慢慢查吧 我们地上都把工作做完先 没有没有 神要做更大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容易产生基督和各种的失忆的话 上帝要把更大的荣耀浇灌下来之前 他必须要找器皿 他必须要向父母 要必须要能够够硬 够坚决 替一个孩子来做断奶的过程 而在那过程里面一定是有损失的 但神还是要为我们断奶 但是问题是 现在是 如果神对我们扣留足够长的时间 就是说上帝把我们要的东西真的放的够慢 够久 到一个地步 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变成 不再渴望我们自己渴望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那点的时候 那一旦我们的心安定在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被称为断奶了 可能弟兄姊妹们这时候心里在想 哈?上帝啊 难道我火热要看到灵魂得救是错吗? 你为什么要让我不再渴望那个应该渴望的东西 有一些时候我们的渴望也是有些惨杂 有些我们的渴望也是充满了我们自己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必须要在我们里面做更生 我说上帝是很有耐心的 即使你没有办法传福音带很多人信主 但是上帝可以在别边使用别人来传福音带领信主 上帝说没问题 这工厂里面很多人 现在我要训练你的时候你就进来训练社吧 那你的生产的部分我就交给别人负责去生产 没有错啊 上帝这些应该得救应该你带领得救人 我上帝确保他不死 确保他提早生命结束 所以还可以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才传福音 神可以做所调度万有 但你要想想下 神竟然调度万有就是为了成就你生命的成长 可见神非常看重你 神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你 神要把更棒的东西赐给你 但是在他没有赐给你之前 他必须要想 我赐给你那个东西 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 你会变软弱 你会不会跌倒 你会这个你会那个吗 如果会的话 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应该 不应该 我应该 不应该 把这个东西赐给你 现在这种姊妹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来替我们断来 这是一个过程 神在兴起一个能够承担大事的身体 所以四篇三十一篇是其中一篇 特别描述上帝是母亲的一个经文 我们都是把神称为天父 我们因为他本身是我们天父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上帝就没有母爱 因为母亲母爱是上帝赐给的 神的爱是包罗万象的 他对我们 对他的儿女的母性的关怀是让人非常 幸福是真实的 而且是非常真实的 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他用一种母亲的爱 你想象的母亲乖乖乖乖乖乖 不要哭不要哭 我们断来 我们就调整他 这个孩子真正知道 这个断来的过程 其实神是非常温柔 充满爱的目的去为我们断来 我还记得 我以前也不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后来我心里想 这也可能这是上帝在为我断来 当我开始进入这个教会全世界的时候 我是负责敬拜赞美 那我也是负责青少年 那我也负责小组 那我也负责讲道 所以应该说是我一进来的这个教会的时候 就是我所做的东西都包罗万象 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很短的四年结束的时候 应该不到四年结束的时候 然后有新的童工进来 然后后来教会的这个管理 牧者就决定把这个青少年这个工作 交给这个另外一个传道人 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的挣扎 因为这些人是我 我全职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些年轻人 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 献上我的青春 我不是一个没有原因来服事的 我是有一个异象 我是有个这个爱 一个深情 我要把这个我一生倾倒在他们当中 渴望看见他们生命中的改变 因为我成为一个青年人 一个青年人 当然不会想到为神人要 这些人都比我年纪更大 这些连长的夫妻的 这些年纪都比我很大 我不认为我能够牧养他们多少 所以我就把我的心思放在敬拜赞美和这个 嗯 牧养年轻人的这个事情上 虽然我也是有带小组 但是 当上帝把这东西拿掉的时候 我真的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崩溃 原因是很简单 因为我很爱这些人 第二 因为我很爱这些人 第二东西是 这些人 我为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些的异象和目标 我倾倒我所有一切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倾倒一切来侍奉神没有错 我们爱我们的羊没有错 但是当那个时候 当上帝拿去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是好像撕裂的心肠 我曾经关进 把自己租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宿舍 别的教会的一个宿舍 我在里面关自己三天在祷告 神啊你在哪里 神啊你在哪里 三天里面上帝什么话都不跟我讲 真的是一个有点大失所望 三天进食 三天关锁 上帝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 真的有点大失所望 我也很惊讶 为什么上帝通常进食祷告 你一定会说话 上帝不说话 上帝都没出现了 我应该这么说 但是我必须要跟我自己说 我知道神爱我 第二东西 我知道我爱神 这两个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只不过事工被拿掉了 我甚至坦白说 那时候我还做过心理测验 我的心理测验是一种精神忧疑症的这种的指数 但是那一个心理辅导员他非常属灵 他也非常有智慧 他说你不是 你绝对不是 你花时间休息一下 不要去买药吃 千万不要去吃心理药 就是你平行先相信 的确 既然神没有回答我 既然我祷告了 我尽我所能神也没有给我了 断了也吧 就是不要哭了 不要再吵了 给都给了 重新开始过 坦白说 如果当时候我还继续做青年呢 我就不可能能够成为主任 我不可能能够牧养整个教会 就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上帝把我带离开青年人 我必须然后上帝把我放弃 牧养一个比较年长的教会 当时候我的会友 我的小组成员里面 如果你没有年龄超过20岁的 不可能成为我的会友 也就是说我跟我会友 我跟我的那些我牧养的群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年纪比我没有超过 没有比我更大 没有一个是少过年纪比我大20岁的 比如说我当时候是26岁 然后我的会友 我的那些不是 那时候我的年龄是将近要30岁 我的年龄30岁 我所有的会友 我所有的这个成员 我所牧养的成员 都至少一定要48和以上 当时候就突然间我20多岁的 牧养的都是50多岁以上的人 60岁以上的 70岁以上的人 我说我不是活埋 不是活活的埋在这个地方 就是大概没有未来了 但是神就是偏偏给我这个恩典 叫我去牧养这些人 就在那里 也来上帝在预备我 如果我当时候提闹 我不要服侍神了 你拿我东西 我不要服侍我去东家不干 东家不打打西家 我就去别的家不找 我一生人永远都是一个奶孩子 我永远都是一个吃奶的传道人 感谢神 神替我做了一个断奶的工作 而且一来才一两年就马上给我断奶 断奶是个过程 它是个分阶段进行 不是 你就马上承受 不是 神在每一个时候处理不同的事 在一个时间处理一件事情 他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东西 你身上的东西都拿掉 你会 当时候你就会像大卫 不是这诗篇 你会像大卫跑到雅籍的城门口那边 流垂墨 胡乱涂东西 像疯子一样的 神没有这样子做 今年他替你处理一件事情 明年他替你摆脱另外一件事情 你就说 我一生人家到底要断几次奶 这个就看你自己了 我没办法替你别别 但是我知道一样事情 只要任何东西使你不能成长的 神要把他拿掉 神要把他拿掉 神要让你的心里面不再看他 你的心里面在看的是神 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种野心是个驱动的嫉妒 只是许多幼稚属灵欲望中的其中之一 弟兄姊妹们 不要以为所有罪只有一种叫做嫉妒 罪还有很多 还有怒气还有很多东西 神必须要让我们戒掉 就是完完全全的断奶 戒掉这一些的欲望 所以这个过程是个一直都在进行的过程 你只要be watchful 不要注意神在做些什么东西 你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就越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中做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的灵里面真的要提升 我们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 而且能够看到上帝很仁慈的阻止我们参与某个事工 否则呢我们的事工会被限制在这个不成熟和狭义的这种职责 职能上面 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不成熟的人 如果上帝给我们什么都参加 或他不拦阻我们的话 我们变成在某一样事 每件事情上我们都不能成熟 有一些时候神必须要把东西拿掉 好让我们能够成长 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真的要让很多东西浮上台面 浮出水面 好让我们能知道神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属灵的眼光一定要起来 所以今天的分享其实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 让你属灵的眼光在你的苦难 在你所面对的问题里面 当你祷告神不垂听的时候 上帝的手是不是在替你断来呢 上帝的手是不是在你内心里面处理呢 有些时候呢 就是一领受什么东西都非要说出来 很紧张说出来 怕没有人知道你领受的东西 对不起啊 我是比较直接一点 好让你能够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我没有这样想啊 我没有说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领受 但是你心里面焦虑 焦急紧张 一旦没有给你机会告诉 发表你所领受起事的时候 你开始就有很多的回应了 这个我们的祷告是 我们会成熟到一个地步 不再渴望神所选择 不再渴望神所选择给别人的什么东西 而是追求基督为我们生命所命的一切 而感到满足 我们不再因为满足 我们不再会去追求 不再渴望 神你给他做使徒 我也要做使徒 神你给他做先知 我也要做先知 神啊你给他启示 我也要启示 神啊你给他讲道之能 我也要讲道 你不会去羡慕别人 你只会追求神给你的东西 哇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一定要学习的 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一些人 就是在某一样事情 看到别人做的比他更好的时候 我也要做的更好 没有错 渴望把东西做好是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不能够满足于你的生命 不能够满足于神赐给你的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你一直在容让自己 掉进嫉妒的这个陷阱里面 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大卫形容 大卫形容呢 这个断奶 这个孩子的断奶 和他母亲 他说他自己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和他母亲一样 OK 就是和他母亲一起啊不是一样 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和他母亲在一起 这个断奶的本质呢 这个过程本质是由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所决定 我要怎样能够在断奶里面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必须要允许神 带我进入到一个一个跟母 跟神一个亲密关系 所以母亲的爱可以保证呢 帮助孩子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孩子在断奶的时候 妈妈不能够吃索 我拿走你的奶瓶 我扔你在一个角落 你自己面壁思过 孩子没有犯什么错 只不知他成长 妈妈在那个过程里面拿走了奶瓶 但是他切给你你吃饭吗 你吃饭吧 好不要再吃奶水了 断奶的时候好好好你乖你长大了 妈妈一直assure 一直在肯定的孩子 你在对的路上 在只是说你在断奶 你该在不舒适 孩子我不要我不要 我就是要奶嘴 我就是要奶瓶 妈妈不给给你奶给你水 给你瓶子 你不喝你就不会没有水喝了 妈妈妈跑来喝吧喝吧喝吧 孩子不要我不要 我就是要奶瓶 妈妈说喝吧喝吧喝吧 就慢慢慢慢的 孩子终于拿起握起那杯喝 诶 这样子喝也没有问题啊 也很好啊 妈妈的话没有错啊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母亲的爱 能够保住的孩子度过这个难关 神也是如此啊 当神让我们摆脱个人议程的时候 他扣留我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 诗篇里面说什么东西呢 圣经里面说到 我的心平静安伦 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神没有推开我们 神没有说我不给你这东西 你面壁思过 你就给我靠边站 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打理你自己吧 这不是 这个是 这个炎父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妈妈不会 神说我是妈妈 虽然我是天父 但是我有妈妈的爱 我把你抱在我怀里面 孩子哭抱着妈妈 我要奶瓶 我要奶嘴 妈妈抱着我不要紧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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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把奶瓶拿走的 好像妈妈是敌人 但是同时候她就抱紧着妈妈 跟她亲近 而且她感到非常安心 感到非常的甜蜜 在这个爱里面 你知道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觉得神很残忍 他觉得神很坏 神很不走信用 神给异乡又不要给钱我去做 神给异乡又把东西一大堆挡在我前面 你知道他在里面在那里埋怨神 生气神 神啊到底你要做我朋友还是做我的敌人 我现在不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 不是神 不是你的敌人 神永远不是你的敌人 神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祂必须要为你断奶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经过那个过程里面 我是这样子的 我近时祷告三天 关着那汗圣案在哪里 神真的不出来 就是不出来 因为祂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血气方刚 祂不出来 祂就静静看我怎么做 感谢神当时我做了对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一向来就是我做 我说 我的决定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了 谁叫我爱你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 我跟祖说 没办法了 谁叫我爱你 真的是要谁先认真谁就输了 我真的是认真爱了他 他现在拿他没办法 我不可能因为上帝拿走我的事工 我就跟他闹边你 我也不要侍奉你了 这个不是很本末导致吗 没有 我说没办法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也知道你爱我 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东西 但是我还是爱你 所以当我心灵挣扎的时候 我最后的最大安慰还是要抱着神 抱着祂 进入到祂怀里面 其他弟兄姊妹们 好多人 特别祷告的人 当神没有听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在牧羊的时候 神好像千方百计拦阻 到底 所以你搞不清楚祂到底是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你仍然可以抱着祂 在祂爱里面得到安宁 这是神教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当你能够做到这点的时候 从基督开始在你里面被克服的 神神是用这个断奶的过程来进一步巩固我们对祂的爱 这个爱是什么 即使你不给我 我也知道你爱我 即使你不给我我要的东西 我仍然爱你 而且我爱得正深 我里面那个空就由你的爱来填满那个空 我里面的那个挣扎就由你 既然你不给我这挣扎 那你要负责我的心里面的安宁 结果就什么事情发生 神拿走我们所要的 神用祂自己来取代我们渴望 祂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能克服我们野心的那个取动的嫉妒 我们能够即使我没有得到 我看到大卫你想想想 大卫看不到 大卫渴望某一样事情 别的国家先得着 我也很渴啊 我有我的国家 有一些事情我很渴望看见 我有时候看到别的国家的货币一直涨涨涨涨涨涨 我国家的货币掉掉掉掉掉 出一个国都不敢 那我用马币出 用马来亚币货币出去用 因为掉的太低了 我能够嫉妒别的国家吗 我心里不能够 我只能交代神的手中神了 你一定救我的国家 你一定会出手 现在我在这个时候我心里要安宁 我要在他爱中里面安息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别人得 别人更恩高 别人领个更好 别人做某些东西 比我更加的有才华 别人得到 对不起 别人得到牧师的称赞 主耶稣啊 有些时候真的是弄到我 成为牧师我都不敢随便称赞别人 因为当我称赞别人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在暗中那边气 为什么没有称赞我 我做的然后比他少吗 主耶稣啊 这一些东西是我牧养的世子里面 所经过的种种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能够在爱中能够得安息 在爱中能够得平安 在爱中里面能够得安慰 我们神真的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深的工作 让我们经过这个断奶的过程 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神 神所能够能够在他爱里面能够得安息的这个孩子 成长的孩子 成长的孩子 能够被神所使用的孩子 我亲爱的天父 在今天 在这个时刻 我们何等需要你 我们何等需要你 主啊 你在这一个时刻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使到我们真正的 能够在这个断奶的过程里面 我们整个的灵人 整个这个生命 能够平静安稳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的 主我们会有许许多多 渴望的东西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付出 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带来成果 但是时候 主啊 你却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里面 要带我们进到更长成长 更成熟的一个地步 因此我祷告神啊 不叫主啊 我们心里面 定睛在那又重大又测不透的事 不叫我们里面有极大的野心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当我们得不着的时候 我们的平安随之消失 神啊主啊 不祷告圣灵 你在我们里面 做成这件事情 叫我们里面 我们的灵 能够平静安稳 叫我们里面的灵 真真实实 都认识你是主 你是神 我赞美感谢你 引导我们这个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徒兵祷告 Amen Amen 2 4 2